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南韩于当地时间15日下午2030分,于东南部都市普向发生规模5四地震,是该国有观测记录以来第二大的强震灾后,至今受伤人数和流离失所的民众不断攀升,已只有75人受伤,1789人撤离家园。 据韩联社报道,伤者中有12人还在医院治疗,其他人则已经出院返家,另外有超过1200项损失报告陆续传来,大多数都是来自居民区。 南韩国家气象局指出,至今日上午9时为止,共发生了51次余震。 地震影响了学校、文化移植等公共设施,共407个这些建筑物上纷纷出现了裂缝。 韩国政府强调,救援物资正在运送到紧急避难所,并筹到了8亿1400万韩元,约新台币2195万元的救济资金。 南韩灾害与安全管理中心表示,政府将尽早为受害者提供财政援助,帮助灾民在灾后重建或修缮房屋。 根据这项措施,房屋全毁的灾民将获得900万韩元,约新台币24万元的救济款项,房屋部分被毁的灾民则会拿到450万韩元,约新台币12万元。 官员透露,当局还将为三名提供心理咨询治疗。